上星期,强台風魔揭襲說的時候 紅磚碼頭圍到北帝廟一隻橙白色的放養貓不見了 不過似乎很快就知道貓貓的下落了 因為YoutuberKenny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張與貓同床的照片 說在8號風球裡救了一隻貓 看真點,隻貓都是橙白色 網民質疑是北帝廟的失貓 有人問Kenny這隻是不是失貓 他就否認帶走了牠 還說如果真身為貓好 在8號風球就不會被貓留在外面 警方在星期三以事嫌盜竊 在紅磚區拘捕了一名男人 男人黑暴夢頭 警方執走了鐵碟和毛巾造證 而警方就在星期三上午把貓貓還給主人 他沒有受傷 主人回應記者說心情很開心 養著貓貓九年多 一直以放養的形式照顧 所以就沒有植入晶片 今次不見會更加留心看著貓貓 看來大家都可以團圓地過中秋了